在古代的历史长河之中,涌现了许多的传奇般的人物,六百多年之前,一位来自于明朝的谋士、军事家,后人也称之为预言家的刘伯温,且留下了千古之预言。 有人说2024年将有圣人降生,且千年出一人,甚至他连圣人的身份都描述的是清清楚楚,我们知道202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,大家都希望能有人真的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,于是刘伯温的预言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以及探讨分析。 那大家知道,巴以冲突现在是愈演愈烈,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希望能够真的出现一位拯救世间的世人,那么刘伯温的预言是否会成真,这个预言是否会在2024年验证的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咱们今天就来一起,巴一巴这刘伯温预言圣人的故事,民间有这样一句话,三分天下诸葛亮,一统江山刘伯温,前朝军是诸葛亮,后朝军是刘伯温,刘伯温又名刘姬,生于一个平凡的小山村,却拥有着超于常人的大智慧,他从小就展现了惊人的才能。 他读书可以是七行俱下,五岁之时,已经能够背诵整体的三字经,而十岁之时,传统的文化的基石四书,他已经是领悟透彻,十一岁考中了秀才,乡间父老都称其为神童。 于是村中的那些知识渊博的先生们,希望能与这位少年才子是交流学问,纷纷地慕名而来,并且他们预言刘伯温,刘姬小侄将来必成大事,而成为一代之民主,那果然如此,十三岁之时,便入府学习春秋经。 刘伯温,与其他人不同的是,其他的学生一般只是勇读内容,但并不知道其中的内容,说的意思到底真的是什么。 而刘伯温莫读两遍,便能够背诵如流,还能够根据文章中所说的内容,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。 十六岁之时,他离开府学,跟随师父正父正父初,跟随师父正父初,学习成诸礼学,不仅仅精通诸子百家,还懂得天文地理,兵法叔叔,在他二十二岁之时,一举考中了见识,但因为遭排挤,最后不得不辞官而走,回到家乡隐居,直到二十七年之后,被一个人发现,这个人是谁? 那就是朱元璋,把他请到了南京,曾经是应天委任其为谋臣,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消灭群雄,推翻了元朝,并且在建立明朝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除此之外,刘伯温最让人感到佩服的,他还具有的未卜先知,遇见未来,料是如神的能力。 据说朱元璋当吴王的时候,江南发生了一场旱灾,当时的刘伯温正在掌管天文,朱元璋问,为什么会发生大旱,那又怎样去避开大旱? 那刘伯温就说了,天一直不下雨,从引发大大,而原因是牢狱欲关押的人,冤屈太大。 朱元璋一听这话,这似乎是不合常理啊,那他知道刘伯温厉害之处,他说,那就派你去查牢查监,看里边的犯人到底是有何冤屈,果然刘伯温这一去查,就查出了多起的冤枉案件。 他也把事实如实的汇报给了朱元璋,将抓错的人放了,平反冤案那几天之后,竟然天上下起了大雨,后来登基之后,朱元璋问刘伯温,大明朝能够传承多少年? 刘伯温掐指一算,对朱元璋说,万子万孙欲顺而指,朱元璋是开怀大笑,说这万子万孙好,万子万孙啊,这非常好,至于欲顺而指,那以后我们就避开这个顺字,就不会指了吗? 刘伯温笑而不语,其实是天机不可全谢也,事实至上,万指的是朱元璋的子孙万历皇帝,明朝正是灭亡在万历皇帝的儿子朱长乐和孙子朱有甲的手里,而明莫隆民起义,其领袖李自成建立的正是大顺王朝,朱元璋又问刘伯温,军师啊,你看我这城墙坚固部,刘伯温说道, 恐怕只有燕子能够飞进来,朱元璋更加的坚定了自己的想法,以为明朝会千秋万代城墙牢固,十分之高兴,那后来历史证明,明朝的城墙是确实坚固,传承了六百年异,然而不倒,建而不可摧,可这里的燕子又解释说是燕王朱棣,明朝的城墙,唯独燕王朱棣可以飞得进来,夺走皇位, 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统治,刘伯温的预言是非常之精准,也非常之有趣,于是将自明朝以后,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战争灾难,以及王朝的更迭,都在其所写的书中,其中最著名的《当属烧饼歌》,据说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的某日早上, 朱元璋在内殿吃烧饼,恰巧刘伯温拜见朱元璋,便用碗盖住烧饼,令刘伯温占卜为何物,刘伯温看了又看,想了又想,那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看起来非常之简单, 但想一眼看穿不知之物,这里边可能是有千百万的可能性,那他想了之后,心里有了主意,君臣是一问一答, 那就道出了千年的未来历史,从而记录成为了烧饼歌,书中最受人关注的是,关于二零二四年的预言, 他说,二零二四年华下大地,圣人将士能够人心向善,驱散妖魔,拯救世界,如今我们处于末法时代,战争,灾难,疾病,贫穷等等问题,困扰着整个的人类, 这些问题真的是需要一位圣人,或许才能够解脱万民于水火,这一预言自从传出来以后,就一直受到网友们的广泛的关注, 他还描述了圣人的身份,在书中有说,未来之主林夏凡,不落载辅共官员,不在皇宫为太子,不在僧院与道院,将在寒门草堂内燕南兆北把金散,圣人将在人们处于危难之时,记忆才会出现,并且,这位圣人的出身并非是显贵, 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,没有什么权势或者是金钱,他来到世间只是平民身份,而他要做的是救助万民,因为刘伯温明确地点出了圣人的身份, 于是人们认为啊,刘伯温所说的预言,有一定的说服力,人们讲此与刘伯温的另一预言相结合,认为这句也许在讲,明年就是圣人初之年, 就是三人共守五之姓,谁满天下我之名,人们对此有着无数的解读,而首先他说的三人共守,这可能意味着是未来的圣人与数字三有关,或者是三个密切相关的人, 有人认为,这位圣人可能是姓徐,因为徐这个字包含三个人字,而无知姓人们又认为,这位圣人是姓刘, 因为吴可能是与刘伯温有着相同的姓氏,故称之为,吴水满天下,我知名则是说,这位圣人与水元素有着特殊的联系, 或者他的名字包含着水,或者有着与水深深不解之渊源,网上的千百个解释就更加的增加了预言的神秘感啊。 关于2024年的预言,刘伯温在《烧饼歌》中提到了华夏大地, 圣人将士能够人心向善,驱散妖魔,拯救世界,这句话给了人们很大的想象空间, 也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,在当今这个时代,战争,疾病,贫困等问题依然困扰着人类, 这些问题需要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努力,需要一位圣人来引领大家走向光明, 刘伯温的预言,不仅仅是对未来的预测,更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警示, 他的预言,提醒我们要人心向善,要关爱他人,要保护我们的地球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够避免灾难,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, 我们不禁要问,刘伯温的预言是否会成真,这位圣人是否会真的出现在2024年, 这些问题,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, 但是,我们可以从刘伯温的预言中得到一些启示, 我们可以用这些启示来指导我们的行为,来改善我们的世界。 首先,刘伯温的预言提醒我们要人心向善,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,我们需要更多的善良,更多的爱心,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,一个和谐的世界。 其次,刘伯温的预言提醒我们要关爱他人, 在我们的生活中,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,有很多弱势群体, 我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,帮助他们,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 最后,刘伯温的预言提醒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地球,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,我们需要珍惜它,保护它,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够留给我们的后代一个美好的家园。 总的来说,刘伯温的预言,无论是对于未来, 还是对于现实,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 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示, 用这些启示来指导我们的行为,来改善我们的世界, 让我们共同努力,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不得不说,2024年是一个神秘而又让人兴奋向往的年份, 刘伯温关于圣人的预言会不会成真呢? 他又想给这个时代带来怎样的改变呢?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,或者订阅频道, 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